什么是一国两制 一国是在下 香港是在上面 一个国家两个制度 不是允许香港完全独立激励 香港是有自治的权利 但是在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不影响国家的安危 不影响国家的政治的情况下 可以你们和平地表达意见 虽然我们在加拿大 我们还是非常关心香港 香港是我们土生土甲的地方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香港繁荣安定 但有一部分人可能受到为了影响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搞乱了香港 说老实话这也是英国时代 统治的时代种出来的后果 这23年后才发出来 我们才发现这么严重 国家是不能分裂 不能不论 不论那就影响国家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安法 香港就23年来都不能立法 23条也立不成 所以国家才出手 我认为是应该的 的确是需要的 如果再不立法 香港就完蛋 自由是有限度的 自由是不影响人家的安危 不影响国家的情况下 才开始发表了意见 同时和平地发表 不能动论 动论就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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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